好 一人串的呛马活动在明天就要进入最高潮了 那么预计在519跟520这两天将会有20万人上街来游行抗议 要表达对马政府的不满 那对此呢 现在为了配合就职典礼哦 所以呢 博爱特区附近是有三个捷运车站的部分出口是要封锁的 不过这样的动作呢 却引来民众痛批 对他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不方便 捷运是台北民众同情的好伙伴 一天就有150万人次搭乘 但在519 520马总统就职期间 将有部分捷运站出口遭封锁 无法通行 营运16年的台北捷运将在519 520马总统就职期间首度封闭 届时博爱特区附近的台大医院站 中正纪念堂站及小南门站将封闭35小时 势必对通勤足迹旅客造成严重不便 没有捷运其实是蛮麻烦 而且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这个讯息 当然不方便啊 朝什么麻烦一旬到了就职都就职啊 还蛮不方便的 就要绕路走咯 就怕场内庆祝就职 场外激烈抗议让总统面子挂不住 因此警方规划 博爱特区内27平方公里都是管制区 北捷也配合北市警方 包含台大医院中正纪念堂 小南门的部分出口 从519凌晨一点到520中午12点都将封闭 周边还将动用万民警力戒备 而就职典礼在即 国内外贵宾媒体都关注总统不得不放下身段 亲上火线拉拢民心 民众的反应 媒体的民道 我们都看到了 也听到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检讨 检讨再检讨 改进改进再改进 努力努力再努力 马总统连任就职 警方封捷运出口 影响民众通行 就怕挡得住旅客 却挡不住累积已久的民怨声浪 三立新闻张一红 黄启乔黄教委台北报道 我们为什么需要来处理这种事情 为什么台北市这么倒霉 需要来处理这种事情 这个世界是马英九引起的吗 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大力量 能够动员几百万人走上街头 是马英九吗 这个世界是马英九引起的吗 有是马英九吗 这个世界是马英九引起的吗 这个世界是马英九引起的吗 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大力量 能够动员几百万人走上街头 是马英九何德何能 有哪一个人有这么大力量 能够动员几百万人走上街头